Larry问6098是迫伏,急跌可否进入呢? 刚才提及了跌的原因 一来港股通有一堆相关股份剔除 另一方面也看到一些违约消息 所以这个板块可能仍会有调整状况 6月17日的低位是27.7的位置 现在股价是28.4 我觉得可以多看两个交易人 股价不跌穿28元才考虑吸納 但上网未必有太大的潜在升幅 有机会靠近32元这些位置已经有助力 所以只適宜一个小住方面的保处 请不吝点赞,订阅,喜大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